好的 到了国际栏展 其实最主要是要来这里 因为其他前面就是看看就好 我们来看到这个珍奇玩家兰元 这个其实我认识它蛮久的 大概也有十几年以上的时间 最早是在劳工公园那边 好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是西藻蛙的阿婆 阿嬷吧 阿嬷比利斯 非常非常的特别 你可以看它的那个 这边会有一堆奇奇怪怪的原生种 但是它没有在市场上 像这个是路德对不对 它没有在市场上有摊位 它大部分是以批发为主 所以偶尔可以在国际栏展看到 它几乎每次国际栏展都会看到它 那这个应该是燕花 紫色的燕花 像芋头色的燕花 那去年还蛮流行的 燕花蝴蝶兰 好 那这个是Lobby 有人就称为小兔子 那所以这边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种的品种 如果你要找原生栏的话 在这里会一直看到一堆奇奇怪怪的品种 那像这个应该也是燕花系列的 就是炖花或燕花系列的品种 那这边就会通常 但是你通常会大概知道它是什么 像这个是西雷里亚 这是不用说的 西雷里亚的小苗 那这个是马里坡 我刚才看了一下是马里坡的那个 蝴蝶兰 马里坡蝴蝶兰其实有点像是 麻坡里 麻坡里蝴蝶兰有点像是Lobby的感觉 就是小兔子的感觉 好 我们来介绍这个东西 这个非常特别 也非常难种 我们俗称APP是蝴蝶兰中的 蝴蝶兰中的有点难的东西 这个叫做尺疾 尺疾蝴蝶兰 因为它的那个花上面有那种牙齿的感觉 所以称为尺疾 那因为我们俗称它叫APP 它学名是AP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那非常不好种 那这个呢是灵灯 五大半夜蝴蝶兰之一 那所以呢 这边会有一堆小小的东西躲在下面 所以如果你要来国际蝶兰 你要找原生蓝的话 可以来这里找找看 那因为它通常没有对外 所以你在像上面叫Sylalia 所以你到普通的时候花式也找不到 因为它没有在花400 它主要还是对原子为居多 那但是国际蝶兰兰都会出现 国际蝶兰都会出现 那个老板我认识很久很久很久了 我记得 好那这边呢 就是一些很特别的原生种 基本上像APP 那个品种在试验上几乎是不可见的 因为它难度很高 那不好种 那算是挑战型的蝴蝶兰之一 当然它还有很多交配型的品种 像这个就看起来就是交配种 就是原生我们叫蒸奇种的蝴蝶兰 蒸奇种蝴蝶兰 它就是不同的品种去交 产生有香味的个体 那这种蒸奇种蝴蝶兰会非常多变异型 每颗长得都不太一样 除非它去做分身型的个体 那这边除了我看了除了路德之外 还有还有那个下型蚊子也有 那当然了这个就是要玩家 会比较知道一些些 这个是什么东西 不然其实你看起来好像都是蝴蝶兰 好像也都是差不多的样子 所以在录营来的话 可以问问老板 可以问老板 不过他说假日以后应该就是 这个假日可能就比较多 是市场化为局多 像这个路德非常的漂亮 路德长高羊 路德在阳台比较不好种一些些 我发现 因为我也有种路德 路德简单的说 他需要蛮干丝分明的环境 要有温差 都比较麻烦了 好我们来前面看一下 前面这边是特价的植株 就是那种比较市场花型 就是价格比较便宜 千变万化 这个应该就是不同种的蝴蝶兰 所组成的 那你可以看他这里的这种蝴蝶兰 其实分身苗 所以你看他左右颗都长得很像 不过价位很便宜 所以有些会香 有些不会香 看品种 你像这种感觉 比较像阿嬷系列的 就香比较不会香 居多 那如果你看到那种 比较像是 那个印尼那一系列的感觉的 他就有比较可能会香 那种蒸汽类就交过 不得逆啊 交过那种香花系列的 他就会产生香味 所以呢是 这个摊子还蛮有趣的 我每次都会来逛 因为他总是会有 这些奇奇怪的东西 像上次 篮展的时候 我来就会有看到 那个班杰虾的阿婆 也在这里买的 好 那除了这边之外 他有一些EQ 像这个是鸡蝴蝶兰 很漂亮 那鸡蝴蝶兰 也是夏季代表座之一 这个我不知道 他有没有教过 不过看起来是原种 看起来是原种 那但是很大颗 看叶子有点点 像这个叶子 有点点晒伤 那其实像这个也是鸡蝴蝶兰 应该也是EQ之类的 那但是我不知道 他有没有教过 有些是迷秀 我们通常 他下面后面 有一些新花迷秀 迷秀就是交配种的意思 迷秀 我们通常都用 交配种的名字 那马里坡 马坡里马里坡 反正就是那个M1 什么什么 那个那个证实 也不好 不常 不常见 最差 不最不常见 应该还是那个APP 那前面这个是贝壳 这个也不常见 贝壳蝴蝶 也是不常见 贝壳好像有三种 记得 那这个是其中一种 也是不常见的品种 那所以呢 你要找一些奇怪兰花 甚至是可以找老板 那当然 在普通的时候 你可以用 我通常都用脸书在联络 现在我看到他已经好久 好几年之后了 好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 我们如果喜欢频道 请记得订阅跟分享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